以往這裡有很多旅客在等發財吧 還有很多美女在派酒店宣傳單張的盛房 現在已經再不復見了 感覺上都有點唏噓 大家看完我身後面的景點都知道 我今天又是帶大家去到一個有客來澳門必度的景點 大三班 既然澳門整體的旅客減少了很多 因此大三班這裡的人樂當然也是少了 雖然我自己就覺得沒有想像之中少得那麼恐怖 不過剛才有新馬路噴水池那一邊 走到上來大三班那一段路 發生在疫情之前你基本上是寸步難行的 很容易就會被那些拖著行李箱的旅客 不小心就會滾到腳 但是我剛才走上來那一段 是很鬆動的 完全不需要怕發生這個問題 始終這裡是澳門很主要的一個遊客區 商戶的生意肯定會有比較嚴重的影響 因此那一段路我看到大約有超過一半的店 其實都是已經丟空了 由此可見 疫情對澳門的旅遊業打擊真的非常之大 而那一段路我印象中以往是很恐怖 不知為何是要開整四五間巨機 現在有很多我自己認為是比較多餘的分店 同樣也是因為旅客減少的關係 也都相繼結業了 所以就是這樣 我看到仍然還是有兩間巨機這麼多 來到澳門在疫情之前 比較力推的一個新景點 慣情街 這裏可能由於新景點的關係 在疫情之前其實都是比較冷清的一個地方 開的店舖也是比較少 反而現在疫情之後 就多了更加多一些文青咖啡 或者買一些文創藝的店舖進駐了 所以這裏反而是比起我之前去過的其他地方 對比起疫情前更加旺一些 來到專門賣街頭小食和廢水的天神行 這一邊的情況我自己是有點驚訝的 當然我還記得在疫情之前 我跟過一個澳門的朋友 數過這裏是有30多間專門賣廢水的店舖 但我剛才約了數過 只剩下10間左右 我就覺得天神行這裏 其實應該不是主力做遊客生意 反而是主力做澳門本地人生意的地方 為何疫情對它的打擊都是這麼大呢 我有澳門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就覺得在疫情期間 因為大家都是戴著口罩 不是太願意在街上脫下口罩 吃這些街頭小食 或者喝這些廢水的 因此這裏的店舖的生意 自自然就變差了 這幾天帶大家走的主要都是澳門的一些遊客區 不過要了解疫情對澳門真正的影響 如果只走遊客區是遠遠不夠的 雖然我有澳門的朋友就說笑這樣說 說整個澳門其實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遊客區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在澳門總有一些地方 是我們遊客真的好少會去到的 譬如我現在伸出的紅街市附近 就是最好的例子 來到之後我不單止發現 其實這一頭幾乎沒有什麼店舖倒閉 似乎疫情對澳門的民生經濟 又未至於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不像剛才大三巴附近一帶 是非常之多急舖的 另外來到這一邊才發現 原來澳門的物價真的可以很便宜 有別於我們以往去的遊客區 譬如大三巴或者官也街附近那些 逛逛地吃一頓飯至少都要七八十元 這一頭的物價相對而正常很多 而且感覺上也是比香港便宜的 一個三星飯居然只是二十四元 這麼便宜的價錢在香港哪裡找 另外這一圖附近也新開了我身旁的這一間 全澳門第一間的Donkey 剛才進去走過老實說就不是很大間 我想就只是比香港中環分店大間少少 大約是和銅鑼灣分店的一層樓 差不多大 由於不是太大間 因此走廊位也明顯是比較窄的 和中環分店一樣 就算我今天是平日的下午時間來到 不算多人進去 但是在裡面走 你仍然會覺得有少少迫劫 另外眾所周知 雖然Donkey的中文名叫做京安之殿堂 但是它在香港和澳門的分店 定價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因此剛才看到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進去只走 真正埋單的人是非常之少的 來到以往有些香港人 日日都會來的外港碼頭 雖然外港碼頭這裏 現在仍然有前往深圳的航班 就未至於學似香港的信德碼頭 又或者中港城碼頭 是完全封閉了 但是由於去深圳舍口的班次是非常之疏落 因此這裏的人流都是非常之少的 而亦都因為這樣 以往在我身後面 這個辣停車位 是被一些發財巴停泊的 由於這裏的旅客 現在變得非常之少 因此酒店也都取消了這裏的發財巴路線 以往這裏有很多旅客在等發財巴 還有很多美女在派酒店的宣傳單章聖房 現在已經再不復見了 感覺上也有少少唏噓 不過由於今個月是11月 而每逢11月澳門都會有一個 可以說是全澳門最大型的體育盛事 格蘭胚治大賽車 現在也看到已經搭了看台在這裏了 來到外港碼頭旁邊的漁人碼頭 老實說 這個漁人碼頭 我覺得是一個弄得不算成功的項目 因為就算在疫情之前 我是在星期六日的夜晚過到來 都是沒什麼人流 不過這一邊的店舖 似乎又生存得不錯 很多間餐廳 到了今時今日都仍然存在 其中還包括我以前都有去試吃過的那一間 名為Rio烤魚鮮 算滿做巴西燒烤的餐廳 不過現在由於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再提供巴西燒烤這個食物 取而代之就只是變回一間普通的西餐廳 另外由於疫情的關係 如果想出外拍婚紗照的話 我想都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 而漁人碼頭這裏 相信是澳門其中一個比較有異國情調的地方 因此我今天來到 都看到有不少人在拍婚紗照 今集就先來到這裏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去看一些新的 看看路坦那些新的酒店項目 而如果想看回之前那兩集 看看路坦的酒店和坦仔的現況那兩段片 在YouTube的朋友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G 看看那兩段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